子智町從今年很未到達 環境已經抓到三個毒品案件 甚至還查到有八公克之作的毒品 子智派出社的環境結束表現 在到福安主審會的困致 主審會特別來到派出社 向環境辦法中禮金 感謝您認真工作 保護臨臨 當季選項歡迎的福安主審會 在其餘社民無負責任之下 全天來到子智派出社辦法中禮金 和知一度朋友說的環境 感謝您認真對家 以及對著環境共憲 從去年10月份開始 我們一直陸續在南投縣的各國 國中國小進行反毒宣傳 很高興說這次積極分局 能破獲反毒集團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頒發獎勵金給他們 福安慈善會提到訊息 為了要鼓勵 要激勵我們基層的援警 拿了一些獎勵金 來給他們做一個鼓勵 這是很好的現象 因為基層的援警 確實平時為了治安 為了交通 為了服務 他們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那也感謝我們南投縣議會 謝民雄 謝英元 以及我們的福安慈善會的 黃玉龍 黃理事長 以及他們的總幹事 李氏 來本分局 期盼所來慰勞我們援警 在這個派出所環境的 人真順檢中 發現到有的毒品人口是由 學生機閣每一中來採訪 他們出所長也賺這次機會 好友加長跟學生小孩 不可以接受科技來館的視頻 尤其是現在接觸到的這些吸毒者 他們都有反應 他們的接觸毒品都是在不知不覺中 那所謂的不知不覺就是 有可能是利用飲料 或是抽菸的情形 或是服用一些儀式的飲料包 咖啡飲料包等 然後造成他們有依賴性 然後藉而越陷越深 裡面大概就是有一些糖果類的 或者粉末 比如說像金沙巧克力的跳跳糖 或者棒棒糖 或者說一些巧克力 等等 所以一些陌生人給你的一些 這些糖果或者不明的物體 小朋友千萬不要亂吃 到了路邊的零減勤務 我們現在兵商時的家庫方式 也用心了解民眾的家庭幸福 以此來發現可能的毒品耍手 認真的態度 必須社會團體 以及民意代表的困難 也不愧是人民保母的風險 記者今天宣傳播